大家好,我是明仔 我是Dan 我們今天是男人之夜 是聊聊男人、老狗去旅行 你… 你怕你會悶傷我嗎 不會,你聽我 雖然外表思思文文 但其實內女跟麻辣腦沒有分別 喝啤酒去大排檔,完全沒有難度 放心 這一點我從來沒有懷疑過 我就是今天是男人之夜 正正想說我們四個大男人、老狗 終於可以聊聊旅行,聊得很飽 你真厲害 好,出發吧 Sokko和全素行本身是日本人 來了香港定居 是一個節目男主持、演員兼模特兒 而阿拉本身是男護士 但因為她太喜歡去旅行 開了一個網頁說自己遊歷 說說做旅遊節目主持 他們試過一起去德島旅行 今集的主題就是介紹兩條… 不,兩國男人去旅行吧 當大叔遇上小鮮肉,會有甚麼火花 先說說他們的德島四天三夜行程 第一天到達,下午去看明門旋渦 晚上在酒店看金槍魚解體 和阿波舞表演 第二天早上去玩藍染 然後走卯劍房屋街道 下午去釣魚場燒烤 然後去貓神社參觀 晚上就進入客廳 第三天早上去祖谷溪 下午去祖谷藤萬橋 晚上住溫泉酒店 大姐,早上去參觀泰龍之宜 然後去大型女兒節 下午吃完,得到美食就回香港了 謝謝Soko和阿拉 今天上來… 多多邀請 歡迎Soko… 阿拉… 我覺得馬甩人不是這樣 馬甩人不是大聲就行了 大聲就好氣吧 大聲是要的 我想問第一件事,Soko 你知道甚麼是馬甩人嗎 我經常聽到馬甩人嗎 是… 是形容男生,是嗎 是… 也可以形容女生 很濃? 是,很濃 這是馬甩女 是,馬甩女 也可以… 你自己是馬甩人嗎 像馬甩人嗎 馬甩人… 這個節目是馬甩人,兩條馬甩人 真的嗎 他用得很好 我看不到你用得很好 你們兩個一起馬甩去旅行 為何會做得到 日本很出名 一說得到就有得到的名門漩渦 對,我看過了 很厲害… 很有趣… 然後之前在香港去德島縣時 一定要關西或現在是高層 高層是傳機的 現在又是直紅機 很好 我想知道你們第一天去了名門漩渦 名門漩渦有甚麼不值得看 名字,你慢得好 是,我們日本人去德島 一定會看見名門漩渦 被稱為三大世界的漩渦 世界三大漩渦 跟美國、意大利的漩渦 比例非常出名 名門漩渦我覺得最大的震撼位 就是因為它是自然的景象 不是每天都可以看見那個景象 有些旅行時,有時看不到一個遺憾 你看到的話,你會覺得自己很幸運 是 太平洋和文賴匯內海中間 它們的潮漲潮推 它們有1.5米的差距 好… 潮漲潮推,水流發生時 它就形成了很大的對流 所以就形成了那些漩渦 你們知道為何那個漩渦會形成嗎 他剛才剛才解釋了,我聽不懂 聽得懂,我真的知道 測量1.5米,總之就是… 現在用很簡單的… 為了你們,很簡單的… 速成班,乘車程 解釋一下 它是一個潮漲… 潮漲… 你是潮退,潮漲的位置是高的 是… 潮退是低的 你低的… 是嗎 水是向低的風向流 這是水… 這個時候加速 對… 你轉了嗎 對,轉了 你的速度是慢的 所以遇到快速就會轉 很大 這個就是完成漩渦的原理 很厲害 但會否很危險 會否… 怕被人捲進去 捲進去一定會死吧 一定會死吧 一旦跌到海裡真的會死 我也知道 但在船上或橋上看 應該是很安全的,對吧 安全的 因為去到那裡有兩個方法看 第一是坐他們的觀潮船 由大船、小船自己選擇 網上有一個平台 你可以看有甚麼時間 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小蝦 代表你很容易看到 潮漲、潮退 前後的一個半小時 可以看到最漂亮的漩渦 去到這種漩渦 因為整個水都在轉動 拍照方面有甚麼提示嗎 其實去到那裡 隨便拍都已經可以拍到 那個漩渦很大 因為坐在觀潮船 它會不斷在那些漩渦打轉 順時針 然後整個大堆人都會圍在右邊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4D的震撼感 水潑上來,又會聞到海水的味道 然後有迴立體聲 然後有一個很簡單的相機 拍攝時已經有很大的船窩 但如果我想跟船窩一起拍照 是否可以這樣自拍 你會跳進去 那你會有一個很廣角的鏡 對,又要準備這個廣角鏡 這樣就可以拍到 對,但旁邊也會有很多人 需要有些防御措施嗎 例如你的相機必須有一條繩 否則就捲走了、吹走了 或是防水的殼 是否很大吸力 又不會扯了你這麼大陣仗 而且你本身應該要拿著相機 它有兩本船,有大船和小船 大船的話,你多付幾百日圓 你可以上上層 上層的話,你可以看得清楚 高得多一點 但我覺得下層會震撼一點 如果不震撼一點就… 對… 震撼點是我的感覺 而且被水撥在臉上的感覺很爽 對… 但在橋上看,會否沒有這些… 又沒有水,又沒有懂得動的感覺 很多人的反應 都是覺得在船上 比在橋上震撼過 因為在橋上看 你會看到很多鐵絲、保護 遮蓋你的觀看 而且在上面看下去 相差臨場感 是差點被船浪漫 被水撥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感覺會比較震撼 其實是的 我覺得在橋上是隔岸觀火 平時你看瀑布會否有興趣 坐一隻船出去看 會衝到瀑布底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可以看到 你就會真正感受到浪的激動 又有聲音 好像在看電影,像4D的感覺 對,很棒 到第二天 會去一個很特別的德島才有的藍染 是嗎 有甚麼特別呢 跟其他地方的染布有甚麼分別 現在的日本越來越受注目 因為你選擇東京奧運 東京奧運的標誌,那個藍色也是… 就是這個藍色嗎 就是日本藍色嗎 藍色 足球的國家對衣服也是藍色 這個也是藍染的藍色 它的物質其實是鳥藍的 鳥藍,簡單來說就是板藍根 光的染料,你看到那個染料是紫色 但染在布上 你會看到灰灰綠綠的顏色 到它氧化後,又會看到藍色 這顏色就是藍染的顏色 其實你會嗅到那種味道 是很宮鼻的一陣的味道 是藥材的味道 然後就染上去 是否很難做 是嗎 你覺得是否考不考手 他也說放在渣子一起丟進去 有分別嗎 我有點麻痹的做法,就放進去 跟其他城市有甚麼分別 其實德島的藍籃為何這麼出名 首先,因為經常都是泛藍 經常經過台方 泛藍後,他們帶來了很多肥膜的土養 很適合栽培的材料 材料的植物 你先說一下,藍染 藍染… 不是藍藍,藍染 是… 所以… 公的時代開始… 已經有了 對,得到的藍染 跟其他原有些分別的 比較高級別樹的一家 很漂亮 一點也不薪水的感覺 很懷念的顏色 我覺得很棒 可以用來做手信 可能小塊的70日圓就給你 但我覺得這個… 你自己比較貴的 比較貴的,這是我的 但這個活動很不磅 對 我看一般日本人都很有禮貌 你在裡面住的時候 你會否透露到 其實有些日本人是不磅 他們的不磅行為是怎樣 可能本人表面上看來很有禮貌 我們也要遵守很多規矩 對… 所以反而他們喝醉 可能用去居酒屋 去喝酒的方式來發洩 有時會爆炸 我朋友喝醉了就… 吹醬 吹醬 然後傳播,然後唱歌 我之前跟朋友去居酒屋喝酒 我看到旁邊有兩個日本人 在這裡吵架,據說日文我聽不懂 但這是我看電視的很老闆 他首先是很大力氣 叔叔就這樣穿著那件衣服 即是拍戲 像演戲一樣 我看得出他們的抑壓很大 喝完酒後會爆炸 但日本人很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無論他多聚、多聚、多聚 他第二天都會用準時上班 對,準時上班 為何可以做到這件事 很厲害 很有自製能力,為何可以做到 對 你也很準時 我比你們影響… 即是我們令你遲到 我本身是很準時的 好,我們先聽到這段時間 我們回來再看有甚麼介紹 好 歡迎登場 阿波舞源自德島有400年歷史 是日本的三大舞蹈之一 德島每年的8月12至15日 就會舉行阿波舞制 有150萬人次 氣氛非常熱鬧 祝國下旅途愉快 好,阿波舞 好,阿波 想去得到祖谷一帶 上山的路,九曲十三彎 自駕的路也挺驚險 所以四個交通所推出了 懷舊巴士一天游 可以讓你輕輕鬆鬆走祖谷藤萬橋 以及大埔危客谷的名聲 一覺下旅途愉快 來到第三天 好,介紹的就是… 阿波舞 停車 停車 祖谷藤萬橋 但這條橋聽起來有甚麼特別 不一定要去 那條藤萬橋,你顧名思義 就是用藤、薯枝去搭成的 我們走上去的時候 這條橋可以很搖 雖然聽起來好像很危險 其實他每三年都會翻身一次 有很多鋼塞 有些聲音,然後… 對… 他每三年都要維修一次的橋 當然是很困難才會這樣 對,我覺得很害怕 他每一步都要很小心 因為你的腳應該是小過那條縫 所以你很容易把腳插上去 真的嗎 但最害怕不是這件事 最害怕是掉了相機、手機 反而人在上面會很小心 掉了一隻鞋也糟糕了 對 那兩位夠膽走這條橋嗎 有挑戰嗎 當然夠了 夠了 他…我跟他走的時候 就不斷摸這條橋,弄圈他 但其實不會這樣 現在不會像左右左右那麼大 其實是穩定了 我想古時的時候會… 古時的時候是這樣嗎 古時的時候應該是這樣吧 因為我還沒生… 還沒出生 不知道嗎 但那個風景真的很漂亮 不是用乾貼做的 是跟日本的自然環境 又不是一起飛上去 而且那裡有個傳說 大約88年前 一個平家的武士 戰敗平家的武士逃往那裡 以防追兵 他們特地用壇條做橋 然後它過了之後 它拆了… 然後他們就追不到了 那些地方就追不到了 拆橋就是這個意思吧 過橋抽版而已 我想說,你看到那裡的景色很漂亮 雖然你很害怕 看上去就是整條祖谷溪 是 你可以看到很大的急流 很漂亮 畫面很震撼 是,但我幻想… 但我幻想到很難拍照 因為你的人站在橋上 然後你拿著相機來就很害怕 加油吧… 怎樣拍照 反而我覺得困難的地方 有時候如果是跟一些巴士旅行 或者是一些旅行團去的話 就會有很多人 反而這樣就很難拍到漂亮的照片 但如果自己一個去的話 可能坐巴士 但坐巴士就因為班次很疏 可能是一天只有幾班 每次等兩小時 你錯過了一班就要等 或者那天就整個行程都摸掉 所以本身就要做好功課上網 檢查好時間表 或者你可以報巴士旅行 巴士旅行的話 會途經騰曼橋、整個組織 在大部位、小部位 會走過那一帶的景點 所以其實挺划算 7500日圓,還包含一個午餐 所以我挺建議人 如果有巴士旅行的話 就要報巴士旅行 通常開始旅行和完結 是幾時至幾時的時間 早上8時至9時 在阿波池田站等 然後那輛巴士是一輛很古老的 一輛綠色的車 很明顯 也是用騰組 是嗎 也是很困難的 好 在那一帶祖谷 坐纜車上去會有一間溫泉 在溫泉上有男浴、女浴 或是男女混浴 它的景色可以看到整個祖谷 很漂亮 如果11月去的時候 會有很多紅葉 有些紅色、綠色、黃色 還會看到很漂亮 你覺得自己在這裡 天人俠一 在同一個環境融合 很浪漫,但你旁邊的舒服 馬上燈壞了 就是一個不穿的衣服 你試試看 不可以嗎 下次我去吧 下次再讓你一起去吧 旁邊真的有山 好像有蜘蛛的 裡面好像跟著那裡赤裸裸 真的很舒服,很開放的感覺 我想問Foco 為甚麼日本有這個傳統 就是大家赤裸裸 有些粗糙的東西 第一,每個家庭都是這樣 是從一輩子開始跟爸爸一起洗澡 就是… 第二,日本有個說話 在Hatakano communication 即是赤裸與赤裸之間的交流 即是無論是不同界別的身分 上市下屬或是甚麼身分的人 去到溫泉、浴缸裡面 就是赤裸裸的一個人 沒有身分,我們便打開心扉 即是如果老闆帶下屬去浸溫泉 是一種認同 送人一盡 好像… 上位了 很大壓力 可以這樣說 即是我想跟你… 怎樣?親密 關係 親近一點 如果我有個女下屬 我提供她 暈倒吧 可以嗎 怎麼了?你不相信 我問我性騷擾… 我只不過想赤裸裸 跟你打開心扉 人手性騷擾 你們到第四天 就去吃了德島拉麵 德島拉麵是… 對我來說,賣點是特別重口味 有生雞蛋 生雞蛋? 對… 怎麼會這樣放進去 不是,在碗面上 有很大的五花腩,很美味 但我覺得最深刻的是生雞蛋 德島還有另一種很有名的食物 就是阿波美雞 是… 阿波美雞又如何好吃 Suko先生,可以多解釋一下 阿波美雞是阿華奧道理 阿波美雞很出名 是因為這個而取名了阿波美雞 但他們生活得很好的一隻雞 只有全世界最幸福的雞 有可能是用10年時間 研發出來的雞 那隻雞怎麼開心 他們生活的環境很好 有甚麼感覺 有風艇 平地… 跟普通的雞真的有分別 他們迫得很厲害 他們是很便宜的 很搭 很穩定的,很舒服的地方 是… 可能我之前住的劏房 更加過了一個很大的環境芝盒 他們最終都是要給人家煲 對,最終都是要給人家煲 但他們的壽命 都是比其他雞更長 其他雞是50天早就給人家煲 煲 是市場 對,食物 他們是80天 所以生存30天 30天 就是一個五星級的酒店 生存80天才會給人家煲 即是老雞 對 但我想知道味道… 所以味道比較濃厚 雞味 對,雞味比較濃 我喜歡吃雞味 當然是雞味 我打磁股的人身中 你做甚麼 你說甚麼 然後比較… 不然是比較… 嘈咬 得很… 軟軟 真的很軟軟 真的很軟軟 不是很細的那種 對… 很軟肉的 然後有黏味 越咬的黏味真的有分別 對,他要吞口水 你看見嗎?他一說就… 是怎樣吃法,燒 燒還是… 煎 炸 炸 炸… 我喜歡炸 可以炸雞就可以… 怎樣 把雞汁揉在裡面的雞汁 拿著雞汁 然後咬的時候,雞汁出來了 有些人喜歡燒、全燒 還是比較香 其實Soco在這裡 我會想問一些比較民族的問題 甚麼 日本人…我想所有香港人都會互動 日本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是 隨便一間都很好吃 對,很高質素 但一個食物這麼好的地方的人 我又感覺不到他們很餵食 但他們煮的食物很好吃 對 例如餵食料理 我們用說法 首先用眼睛吃 慢慢吃 美味 然後用手機吃 用手機吃 然後用手機吃 也會欣賞 石器之類 我們也要對創作者的尊重 你剛才提到亞波舞 我知道德道的亞波舞很有名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去亞波舞會館看 看別人去跳亞波舞 每天都有很多不同款式的亞波舞 只要在網上訂票或是可以進行 你也可以去看 我覺得亞波舞的音樂都很特別 就是有一個人在台上唱歌 又在玩日本的樂器 然後一整大堆人在台上跳亞波舞 我覺得這個挺特別 一個四十三夜的行程就這樣結束了 你們覺得綜合來說 跟男人去旅行有甚麼開心 最開心是甚麼事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不用煩 可以很即興、很隨性地去做甚麼 你覺得早上不用擔心遲到 Soka呢 我嗎 洗完澡後不用續航 也可以出來 我很喜歡不穿衣服 很自由 有理會我的感受嗎 很自由 我很喜歡打開心扉 不要打開心扉 不要向這個風向思考 對,打開心扉 好,謝謝Soka和阿拉 今天上來分享 謝謝… 謝謝… 再見… 據我說,下次要邀請幾位 日本小鮮肉上來 就舉辦一個帶著小鮮肉去旅行 這條條行不行吧 即是你是媽媽,就帶著小鮮肉 你不可以這麼說 你說得好像我想打開他們 不是這樣的 你不是想這樣嗎 你也別說出來 下集見… 再見… 我看見... 你不是唸… 我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